看到没,看到没,油菜花开了,桃花也开了 大师们都在晒鲑鱼的渔获了 为什么我们还在打鲑鱼呢 趁着这次来江西接孩子,正好亲自验证一下 我打算用两天左右的时间 从这个标点开始往下游搜索50公里 那期间我们会经过4个电站,2个水坝 首先可以非常肯定的是 这几个标点在往年的旺季都是成串出鱼的 而这个标点去年每次回来 窗口期内也都不会空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先去之前出鱼的地方重点搜索一下 刚才把缓流区也搜了一下 然后没有口,我们去换下个标点 这里也算是一个网红标点 因为离县城最近,旺季的时候出鱼率很高 听本地的钓友说 昨天一起来了和来个人,全部打归 看那个鱼道还裸露在外面 我们换下一个标点吧 换了一个米诺啊,不知道谁的米诺啊 我们两天换了三个电站,两个水坝 遇到的钓友也有一二十个了 激流缓流全部试过,全部打归 我们换个思路去上游的深水区试一下 这个标点在两座山之间 左边修路的时候有很多的乱石 延伸到河里有六七米的距离 深水区铁板落水15到20秒 石头延伸最深的地方有个七八米 两天的时间,我们两个人跑了五六个标点 往年经常出鱼的地方,连班柜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而且只是出了一条白柜而已 我分析了一下原因,大家看看有没有参考架子 第一是天气,这几天的天气虽然非常的好 但周围的温差还是很大的 晚上最低气温只有五六度的样子 而且这样的好天气只是持续了五六天而已 第二是水温,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测量水温的仪器 测到下午水深两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是14到15度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400温度8度 潜水区的温度也只有11度的样子 而深水区比如说十几米的水深也只有10度左右 鲑鱼都是在深水区越冬的 深水区的温度还是挺凉的 而且这段河道每隔十几公里都有一个电站 上游每天放几十米水深的凉水下来 也够鲑鱼适应一段时间了 第三是水位 在很多标点都可以看到很多河床的鱼道都裸露在外面 班柜又怎么顶得了水呢 那么什么条件下才能判断鲑鱼的旺季是不是真的来了呢 第一,桃花、油菜花这些花开了 只能告诉我们鲑鱼的旺季快来了 第二,水位的上涨 这里所说的水位的上涨 并不是指电站放水导致的水位上涨 而是连续下了几天的雨 水位持续性的上涨 第三是最低气温 连续十几天 低温都在十度以上 深水区的泥巴也都被晒透了 水里的温度也都稳定在15度以上了 如果还有没有讲到的 欢迎评论区补充 现在班柜没有顶水 应该如何做掉呢 第一,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激流区 水温气温都不稳定 甚至很多地方的鱼道都裸露在外 鲑鱼根本就上不来 第二,可以去有众生的深浅交接处 碰碰运气 或许鲑鱼正在那里蓄事待发 最后欢迎大家验证 大家报扣 记得点点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